我会有一本小本本 我还会先把那个原本的歌词 抄下来之后再用注音把它拼成粤语的发音 如果念书有这么认真就好了 Hello Moog 我是郭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歌单 这首歌是苏惠伦的爱我好吗 我觉得有时候人的一个喜好啊 真的会从很早期的时候就会定性 因为那时候我电视机里面传来一个 很清新很干净的一个女生 然后我就立刻冲出去客厅 然后发现是苏惠伦 然后那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她 甚至喜欢到要模仿她的声音 因为我觉得惠伦姐她的那个唱歌咬字 是非常清楚的 练习的过程啊 通常都会最喜欢在浴室演唱 因为她有一些环绕式的这个回音 所以你就会觉得唱起来 天呐我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 然后通常在那个浴室 就会待上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我爸妈就会在门口就直接敲门说 可以出来了吗 这首歌呢是很多香港歌手一起合唱的歌 叫做爱情傻恋啦啦啦 然后这首歌是因为我爸爸他是香港人 那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香港出生 所以在我小时候到念书时期 其实会非常喜欢听这个广东歌 然后那时候就会追蛮多 香港歌手粤语歌手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很喜欢郑秀文 然后因为这首歌曲呢 里面其中一位就是郑秀文有唱 对然后这首歌 我就是一直听 听到我也没有说会特别去学它 可是它的那个旋律啊 就会一直让我记在脑海 就是到现在都还会唱 可能是某一天电台在放 然后我就很喜欢 因为以前就是很流行 其实像郭富城那种什么狂野之城那样子 就是你知道很动感的 那我偶尔也是会有动感的一面 所以还是会听一些这样子很愉快的歌曲 这首歌是曹蒙的现实专送ABC 曹蒙呢 应该是我人生第一个喜欢的男子团体 而且是非常喜欢 就是他们的粤语专辑跟国语专辑 我都有收藏 然后会去买他们的那个照片 以前早年的时候 在我那个年纪还有那种 就是洗出来的照片 然后还有那种小卡 你就可以买他们那个小卡 放在皮夹里面 我特别喜欢蔡依杰 因为她最帅 因为他们的歌曲就是会有粤语版本跟中文版本 然后两个版本我都一定要都要会唱 我会有一本小本本 我还会先把那个原本的歌词抄下来之后 再用注音把它拼成那个粤语的发音 如果念书有这么认真就好了 这首歌呢是周慧敏的天荒爱未老 周慧敏呢就是我人生第一个喜欢的女神偶像 就是我想说怎么会有一个人长得这么漂亮 然后又温柔 然后又会唱歌 就会很希望我以后长大也要长成这个样子 我还去喜欢到说去素描她的画像 然后我记得啊 就是那时候我在唱片公司 刚好慧敏姐姐她有在台湾也是发行了中文歌 那时候我就有机会跟她一起拍MV 我还把以前素描的画像拿给她看 可是因为那真的很多年前 所以那个笔迹啊其实都已经非常模糊 甚至是到泛黄 只剩下依稀的一些线条可以让她看出来 这个是她本人 然后像我第一次看的演唱会 也是周慧敏的演唱会 那时候还是必须要收集那个 头发产品的一些印花 你要收集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继续参加抽奖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门票 然后我就非常的lucky 但也是因为花了蛮多的钱 去买一些洗发金啊或是造型产品 这首歌小美人鱼的 Part of your world 小美人鱼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迪士尼的卡通 你知道女孩子确实会有一种公主梦 但是呢我觉得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 像以前我就很喜欢那种真的是蕾丝 然后我妈妈还会去买那种做窗脸布的那种蕾丝 来帮我做洋装这样 然后后来到了另外一个时期呢 就开始喜欢像人鱼公主这样子 她可能不是穿蕾丝 可是她有一头很长的漂亮的红色头发 那时候我听她的歌声就觉得特别的好听 看这个卡通呢也会感动到流泪 然后那时候就喜欢这首歌到 我参加一些那个歌唱比赛的时候 也会唱这个歌 也会去模仿那个小美人鱼的那个画 所以那时候还去投稿到一个科学杂志 发现某一棋上面一打开发现 诶 是我的作品耶 然后从此就更喜欢小美人鱼 这部卡通了 这首歌呢是陈启臻的《小不无曲》 然后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到 我周遭朋友影响的一个人 就是我的朋友可能他现在喜欢听谁的歌 我就会有点耳濡目染 所以那时候我刚好有个朋友 他特别喜欢陈启臻 所以他会在KTV里面点非常多启臻的歌 然后听听想说好听 然后说我也要唱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 也是疯狂听陈启臻的歌 然后特别喜欢《小不无曲》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 有一点淡淡的忧伤 然后可是呢旋律又非常的优美 这首歌是Spice Girl的Wannabe 那其实在96、97年这个时候呢 我开始听一些英文歌了 那因为我很容易受到周遭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期呢 我是跟着我哥一起听英文歌 我记得我哥那时候很喜欢听 那个《宠物店男孩》 所以很多像Spice Girl啊 然后还有No Doubt啊 然后还有好多好多 真的你现在听到 就是回忆涌现耶 然后我还特地因为 跟大家推荐我的人生歌单 所以我还去查了一下 就是确实在96、97年这个时段 非常多的英文歌都是很热门 到现在大家都还会在听的 然后你知道像Wannabe這首歌就是 前面一出来你就会 哟 你就会跟着哟 就会嗨起来 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哟 Tay you what I want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t Go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t 这首歌是范小轩的《深呼吸》 那范小轩呢其实就是我从头到尾 会想要模仿的一个偶像 以前在念书的时期还有法径 然后但那时候呢 我就会拿着范小轩的照片 到那个法廊跟那个设计师说 麻烦请帮我剪这样子的发型 我记得我给的那个发型是大概 两三次的机会 他没有一次把我剪成范小轩 我后来也有去检讨一下我自己 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的不像呢 就是剪完好吧 我还是我 我还是没有办法成为范小轩 好那没关系 因为我就很喜欢他的歌嘛 所以也会开始模仿他的声音 他的唱歌 然后到后来唱唱唱 就是唱到我旁边的朋友 都知道我很喜欢范小轩 然后他们就帮我报名了 范小轩歌唱比赛 然后我还真的就是比着比着 我就真的比到第一名去了 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呢 你可以跟范小轩一起合唱 然后那时候还有机会可以录制一张CD 但这张CD我不知道去哪里了 这应该要好好收藏才对啊 去哪里了呢 深深深呼吸 不让泪绝停 这首歌是雨多田光的First Love 这首歌呢是我的第一首可以从头到尾唱的日文歌 然后因为我有一段时情非常的哈日 听这个日文歌也好或者是看一些日剧 像雨多田光的这个First Love就是那个魔女的条件 这个日剧 那时候还除了像雨多田光的歌啊 我还很喜欢像V6 V6 然后那时候还会看他们那个什么校园风神榜 特别好看 这首歌是Shiny的Lucifer 那其实呢 我觉得歌曲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不同的语言 它可以带领你到一些不同的境界 像我觉得韩国的音乐啊 就是会让你幻想成 自己好像是男团还是女团的一员 所以我那时候喜欢到说我希望我的下辈子可以是男团团圆之 因为我这辈子不可能了嘛 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男团的舞蹈 对我还因为这样子我就约了几个那个 我的大学学弟妹们 呃因为大家都有公同的喜好 然后我想说好 既然我们这么喜欢的话 那我们要不要约一约去找一个舞蹈老师 我们来学他们的舞蹈呢 每次学完一堂之后 通常下一堂课你就会忘记 我记得我们学了大概有三四首歌的舞蹈 然后到现在通通忘光光 难度最高 Hartbreaker 对 现在讲起来就觉得好笑 然后还有 不知道2pm好像还也有 I'll be bad 这个舞指大舞歌就会出来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的人生歌单 然后跟大家分享的当下呢 其实也带领我回忆到 我当初听到这些歌曲的那些 很美好的回忆很欢乐的回忆 希望你们都会喜欢 那其实呢我在11月12号呢 也有一场 Skwajin So Lucky演唱会 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TICC晚上7点半 这场演唱会呢 可能也会有一些舞动的部分喔 所以呢想要来看我舞动的朋友们 就可以来听这场Skwajin So Lucky演唱会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有一次去听那个2pm的演唱会 然后我们就嗨到就是你知道 这个歌唱起来 我们就会大舞歌就会升起来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篇文章就写说 我今天去看2pm的演唱会 我发现我旁边好像那个是郭靖 他超嗨的耶 被发现我很嗨了 OK